各位同学大家好 在前面的课程里面我们已经学过了怎么用Solidworks创建一些零件 那么在这一段的讲课过程中我们会涉及到如何去查看这些零件 去保存成其他格式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你要去查看一个 用ejoin去看一些装配体的结构 怎么创建一个简单的动画 以及最后自己去制作一个装配体这些内容 好我们先讲讲ejoin ejoin它是一个Solidworks公司 他们提供的一个免费的一个查看软件 它支持很多格式 比如说我们可以打开这么多类型的一些格式 一般来说你读进来以后都是可以另成为的 那么假设我们就打开我当前用的光锯座 不是光锯座 光轴四杆滑台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我们打开以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就是我们刚才打开的这样的东西 我们先讲一讲怎么去使用 使用的方法跟Solidworks差不多 你用中键可以四面查看 Ctrl-C就回到原来的视角 然后你可以分别的去查看各个零件 那么你鼠标一上去 你可以看到这4240电机 你去查找某一个零件的位置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打开零部件 你可以知道这里面涉及到了哪些零部件 OK 对于一个零件还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知道一下它的尺寸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使用测量 测量 我们现在是用的是一个剖面图 这个剖面图去进行一个测量 那么当然我可以先关掉 进行一个测量 测量的话一般来说是两个量 单位是毫米尺度 那么比如说我去测量这个东西的厚度的话 这个东西的厚度的话 你一个办法就是直接看一下它的长度 比如说是5毫米 5毫米 那么还有种可能性的是什么 就是说你去测量两根线的 两根线的DX DY 距离是多少 直线距离是多少 那么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小的结果 一个图 那么我们ESC取消掉以后 我们再去测量一下 比如说这个圆到另外一个圆的间距 我们去点这个圆 这个圆的话 它会告诉你直径是多少 那么我们再去看离这一边的圆的距离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距离是310毫米 这就是一个测量的使用方法 除了这个以外的话 我刚才已经展示了这个截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截面的话 我们还可以移动 找到一个合适的铺面 我们去查看 可以去查看 那么鼠标中间可以滚轮 可以放大缩小 放大缩小 那么把截面弯掉 那么还有一个比较有用的 是一个叫爆炸 点一下爆炸 它会自动的给你去变成了一个 每个零件都打开的一个这样子的图 每个时候的爆炸 这个视图 这样的一个爆炸视图 有的时候你这个爆炸视图 还是找不到这个零件怎么办 你先单独拿出来看看这个零件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 有一个就是移动零部件的一个功能 我们就可以把它抓出来 把这个零件抓出来看一看 是什么样子 好 那么这个大概讲到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可以点一下重设 它就会回去 好 现在我们大概知道 Ejoin是干什么用的 那么这次呢 我们就是拿这个Ejoin的这个图呢 去把每个零件啊 我已经画好了 我到时候会给大家一个目录啊 这个目录里面有各个零件的这个呃 原始文件 那么大家需要新建一个装配体 然后把这些零件装起来啊 实现刚才那样的图的效果 那么怎么做呢 我们先打开一下Solidworks Solidworks打开 呃我们进行一个新建一个装配体 对吧 新建 你们 第一个是零件 第二个就是装配体 呃 这个时候呢 他会要求你打开相关的零件 因为我们现在呢 用的是这些零件嘛 我们可以选择一系 一些零件 你选择一些零件 你也可以把它都都选择了 啊 呃 我们可以先选择一部分吧 好吧 然后我们选择一部分 把它打开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有一个一个的东西放进来了啊 啊 我们把它放在边上 放在边上 好 这个是当中的那个轴啊 这个是另外一个轴 这是另外一个丝杆 舵母 轴承板 好 4块板 好 刚才一下子把那么多板打开了 对不对 那么现在我们调动一个向方向 可以看一看 我们现在有很多装装置 对不对 那么在安装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呃 找移动啊 移动 移动到边上啊 移动到边上 有的是被固定的不能够移动啊 最简单的话呢 我们就是从中间这个 这块东西开始先进行制作 怎么装配呢 我们就需要有一个概念 就是叫配合的一个概念 把A和B两个东西配合在一起 呃 举个例子 我们要把这块板装到这个地方去 那么有几个变量呢 一个呢 办法呢就是说我们其实是拿着三个孔 这边的三个孔和这边三个孔对齐 对不对 那么同时还要满足一个条件是这个面和这个面应该是对齐的 那么有这三个条件在一起的话呢就能够保证啊 它装配是合理的啊 啊 我们现在知道这两个红颜色的这个板啊是放在中间的啊 那么我们这块板放在左侧是做一个呃 这个四杆罗姆的这个连接 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那块板的话呢就是呃直接就是直通的一个板啊 那么如果你不太清楚的话呢你还可以切换到我提供的一个一胶印的这个图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这个图里面的话呢 左面这个是轴层是这个通孔的这个啊 右面这个地方呢是呃 罗姆啊 四杆罗姆 好 清除了以后呢我们再看一看它的方向啊 这个左侧的这三个孔是在上面的 这个大的洞在下面的啊 我们不要装配错 好 那么知道这一点了以后我们这块板装到这里对不对 那么现在呢我们希望是这个面这个孔装在这里 那么我们选中这个孔啊 我们可以去选中这个孔啊 主标移过去以后选择这个孔 点一下配合 然后再选择中这个孔啊 它就对齐了啊 对齐了 刚才好像是选择是个点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选错的话怎么办呢 在这个地方可以啊 删除或者是消除选择啊 这两种办法 是吧 我们再取消 好 我们重新来一次啊 那么我们去配合 我们也可以先点配合 然后再去点这个孔啊 我一般会把它放大一点 然后点这个孔 再把它移过来 我们希望的是这个孔在上面啊 那么就是在选中这个啊 它就对齐了啊 对齐了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鼠标啊 右面是有一个勾的 我们要按一下鼠标右键的就表示这件事情是对的 确认对了 右键点一下就确认对了 好 我们再做一件事情是把这个孔 这是可以连续进行操作 对准这个孔 好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孔就转过来对齐了 那么现在问题是它没有和它靠在一起啊 鼠标右键先确认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选中一个面啊 那么就是这个面啊 再和左面的这个面点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它已经靠在一起了对吧 靠在一起了啊 鼠标右键点一下 好了 那么第二步呢 我们再把这块板的这个面和这个面连在一起 这个时候我们同样的选择这个点啊 这个时候我们心里面要想一想 我们是需要怎样子去靠啊 那么显然是应该是这个面啊 点一下这个面啊 啊 另外一个是这个这个圆啊 先是确认一下啊 剩下来的是这个孔啊 这个时候我选错了是吧 还是得删掉这个选择 选择这个孔 对着左面那个洞 好 转过来了 右键点一下确认 这个时候大家发现这个东西 嵌在这里面了 怎么办呢 我们把它拉出来一点 可以把它拉出来一点啊 可以拉出来一点 在移动这个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什么呢 就是我在移动的时候 如果是上下一动的 其他东西会跟着我动 对不对 左右移动的话 它这两个轴是对直的 对不对 这是一个它的属性 对不对 好 我们现在呢 再去选择这个面啊 选择这个面 再选择这个面 好 就配合好了 主标右键确认 这块板好了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 这边的电机还没有装进去啊 可以看一下这个东西 位置装的对不对 对吧 我们再去看一下 移交引的这一块 这两块板子当中 这个东西装好了 我们现在的想法是 中间这个装好了 再把下面这个东西装好了 再把这两块板装上去 这时候呢 就可以把三根轴 三根轴装在中间 是吧 那么由于轴和这个东西 可以对齐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滑块装好了 好 下一步就是把这个 把这个和这个板装在一起 这个板装在一起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板 一边是要装电机的 对吧 一边不用装电机 所以这两块板 我们要看一下是不一样的 对吧 一块板是有电机的这块板 在左侧的话 是有四个孔 四个孔电机的孔 好 我们把它下面三个洞 装到这个地方去 OK 那么我们选择 这个螺丝 对吧 去选择这个孔位 配合好 当然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地方去选择 我们现在右键确认了以后 再去选择这个孔 再加上这个孔 我这个地方又选择了 选择的东西 一定是选择的 不是点 这样子就对齐了 然后右键 好 锁定了 接下来再把这块板和这个东西装在一起 右键先确定 右键先确定 这个孔 右键确定 再把这个面 这个面对这个面匹配 右键确定 把这个装上了 这个时候我们要把这个东西装到这个上面去怎么装 一种办法就是说去装一个先装几个杆子 这边取消 那么我们要装两根光轴 这根光轴装在左面这个地方 对吧 这个光轴装过来 我们不需要支架也可以装 怎么装呢 我们可以一种办法就是像刚才一样选择中两个圆 让它圆进行匹配 还有种办法可以选择面 面和轴的面去匹配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面和它匹配了以后 它也装上了 确定 这个板的话 这个面和 这个面我刚才没有锁定吗 好锁定 那么有同学说 这样子一来的话 这个杆子位置不对 这个杆子是不是位置不对 这个我们不用担心 我们取消选择了以后 我们可以看一看 这个面 这个东西是固定住的 你的面和它锁定了以后 这个是不能动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想办法 错了以后 怎么找到错误的选择 那么我们可以在配合里面去找一找 首先我们可以看看 这个光轴叫什么名字 点上去以后 可以看到左边的光轴 叫phi8的一个300光轴 对不对 那么在配合里面 我们这边打开以后 可以看到 这边有很多 注意它不是按照先后顺序的 不一定是按照先后顺序的 我们可以找到这个是一个同心圆的匹配 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可以去 一个是去编辑一下它的特征 这个是一个编辑 它是两个面的一个特征 我们去找到了以后 你就把它删掉 消除 我们重新来一次 我建议的是这个圆 和这个圆 这个圆 进行一个锁定 右键 进行一个锁定 那么这样子一来 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 这样一来的话 你可以看到 这个左右是可以动的 可以动的 这个时候 你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下面这个杆子好像不太对 这个杆子不太对 这个变固定了 为什么这个东西会固定呢 原因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它是最先打开的 所以如果你是最先打开的东西 第一个打开的东西是固定的 那么我这个东西 要把它固定去掉 怎么做呢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 找到右键 找到有一个叫做固定和浮动 这个地方 它现在是固定的 我们按一下浮动 它就是能够动了 你看就可以动了 那么我希望的是什么呢 支架的零件 也就是300的一个旅行材的底座 不要动 那么你在右键的地方 使得它进行一个固定 固定 这个时候我们再看 我们要去上下动 它就动不了了 左右就动不了 只能动这个杆子 好 除了这个以外 你可以看到 这个东西就做了一根杆子 对面还有根杆子怎么办呢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子选择 选择中 一定要在左面选择中 这个设备以后 我们可以Ctrl C 再进行Ctrl V 就多出来一根这样的杆子 你们可以看到这边是Fy300的光轴2 2号光轴 那么同样的我们再去进行一下匹配 配合 我们可以这个圆和配合这个圆 就配合好了 右键约定就好了 你可以看到 我们也是可以移动左右可以移动光 我们可以用一个面和另外一个面进行匹配 对吧 我们可以在这个选择的地方是选择 左面是这个面和这个面进行匹配 那么是这个面 放大一点 我们选择中这个面 面的话和这个杆子的这个面进行匹配 就可以 匹配了 可以匹配 右键确定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移动这个东西的话 你看还是会动 还是会动 因为还有一根杆子没有匹配好 那么我们同样的在这个地方选择这个面和这个杆子 进行一个匹配 确定 这个时候我们把杆子放回来 这个东西移动 大家可以看到 左右两边 这两个面匹配好了以后 中间的已经可以移动 而不会出去了 对吧 那么剩下的是 我要把这根杆子装进去 这根丝杆装进去 那么我们也可以用面匹配的方式 去匹配这个面 确定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移出来 好 下一步就是我们要把电机装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刚才导入的时候没有装电机 现在我们把电机架进去 我们可以先确定以后再插入新的零部件 这个时候是插一个4240的电机 打开 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放在这里了 我们要把它对在一起的话 我们可以找一个螺丝孔和一个面 最简单的就是对一个面 我们已经配合选择中这个面 对这个外侧的这个面对一下 这个时候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应该是反过来对的 现在是朝另外一个方向了 那怎么办呢 我们这边有一个配合对齐的方向 我们可以看到它可以转向 转个向 好 那么右键确定 这时候还倾斜的怎么办呢 那么同样的我们把这个螺丝孔位对齐一下 看一下这个螺丝孔位 来对一下这个孔位 好 对齐了 那么这个时候还有一个问题是 它应该是贴合的对吧 右键先确定贴合的 那么把这个面再加上这个面对齐一下 好 那就装上了 OK 就装上了 完成了以后 我们把它的这个连轴器给装上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连轴器的这个面 和这个面去对应一下 好 那也就装上了 稍微往里面移动一下 这个也对上了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基本上已经装好了 剩下的是一些 主要的器件都装好了 这下是一些紧箱键 连接键 那么一个呢是 这个 这个再装一下 撕杆螺母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面是不对的 我们要把它插在这个上面的话 我们先要去 内侧的这个面和这两个孔 内侧的这个面要对齐 我们先可以干嘛呢 先可以选择这个面 和 这个对齐 再把锁孔对齐 再把一个面对齐 锁孔 好 对齐了 下面呢是 确定 确定以后我们可以 我们是需要选择 用这个面以后 再去选择 这个面 进行配合 这个时候 去点一下配合 我们也还是选择错了 选择错的话 我们还是得回到 回到那个图里面 去看一下前面 哪个选择是错的 跟我们斯干罗姆有关 这个是一个重合的选择 其实是应该是一个 这个选择是一个 同心的一个选择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 可以编辑特征 编辑特征呢 是一个同心轴的一个 把它变成一个同心轴就好了 同心轴 这样子就可以移开了 对吧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刚才那个卡在里面的一个 丝感 丝感罗姆 丝感罗姆的第二个选择是什么 看看 丝感罗姆 平行 平行 同心 对吧 这个面是平行的 这个我们再改一下 右键进行一个编辑特征 我们可以是一个重合 把它平行改为重合 OK 这样子一来的话 我们的逻辑就清楚了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样子就对了 好 剩下的话呢 就是 几块 卧室的光轴座 光轴座 我发现光轴座应该是错 不是这个 这个的话 跟我们实际用的不太一样 跟我们实际用的不太一样 我们应该插入其他的 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是 我看一下啊 应该是这个光轴座 另外一个是这个的底座 这两个东西 插入进来 对 是这样的两个形状 那么这个东西呢 我们点进去看看是什么 这个是 这个就直接删掉就行了 我们就删除 就行了 好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 这个东西我们是四个 呃 滑块是装在这个地方 一二三四吧 四个 选动这个的话 在这里选择 它颜色变了以后 我们可以Ctrl C Ctrl V 做四个 同样的这个东西 我点进去以后 看一看是在什么东西 这个 点了以后变色了以后 再Ctrl V 这样子会比较好 好 我们先把中间的四个 装好 我们可以 呃 中心轴先对齐 点了一个中心轴 去配合 这个板子 啊 右肩 好 把这个 螺孔对齐 这个螺孔呢 左面一个 右面一个 好 配合好了 右肩 好 同样的重复一下 这个面 对这个 再右肩 再去把这个螺孔拧一拧 好 引伤了 右肩 这个是 对一个 内 对这个 这个时候呢 发现 是不对的 方向不对 反正方向 好 这个方向就对了 对吧 嗯 右肩 再对一个螺孔 好 我控对方 右肩确定 再对一个 内 进 对这个 这个 换个方向 对 右肩 好 很简单 是吧 右肩确定 再装四个 这个 这个 座 呃 光轴的座 我们看一下 这光轴座 其实还是有方向的 我们看一下 实际上的这个光轴座 那么这个耳朵呢 是朝外的 因为这上面有凝个螺丝的 然后这个是装在内侧的 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装置 好 我们假设就拿这个来做 那同样的配合的话是 我们可以把它内进 装在这个地方 啊 呃 把这个螺孔丢一键 这个 装上这个螺孔 好 OK 决定 呃 再找一个这个四段 对应 对 好 这个时候右键 这个时候的孔 这个上面那个孔应该对应的是下面这个 啊 转到下面去 好 对一边 来对应这个 呃 注意这个方向反了啊 是不是方向反了 那么我们在这地方配合的方 转个方向 对了 然后把内孔 这个上面的孔应该是对应的下面这个孔 好 右键 来对应这个 这个扁写 呃 我们就把它删掉 选择里面的 再选择这个面 这个方向反了 第二个方向 OK 右键 这个地方上面的孔 对应的上面的孔 OK 好 这个完成了 那么我们可以左右拉一拉啊 可以了 剩下的是这边还有一个固定这根丝杆的一个东西啊 固定丝杆的一个座 呃 那么在哪里呢 我们找一下 再插入一个零部件 嗯 这个东西是 F698zz的一个螺 啊 对的是这个 呃 那么我们放进去以后注意一下方向安装方向应该是这个是在内侧啊 这个是在内侧 我可以看一下这个安装图啊 在内侧 好 那同样的我们进行一下配合啊 这个内侧对准这个放在这上面 然后反对方向啊 啊 有键 下面呢是这个面 把这个面 对准这个面 好 有键 好了 那正正好就全部完成了 那么可以移动一下 这个光举座就完成了 OK 这个时候我们保存一下啊 保存的话 现在因为啊 配合要点了确定 啊 我们的硬存 这个时候他会问你是不是要重建 那么我们是需要重建一下 重建一下进行一个装配体 好 保存 全部保存 这时候他修正了所有的零件啊 那么我们这个任务就完成了 到时候大家呢 会得到一个ZIP文件 那不大家可以参考我做的这个东西呢 进行一个呃 对比 好吧 先上到这里 作业就是把这装配体做完 我还能够做完 我还能够做完 我还能够做完